大家好,我是木卫,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妈妈吓唬熊孩子再有麻烦让机器人把你剁了,机器人就当真了的故事 在机器人普遍研发使用的时代,拥有一个家用机器人是十分常见的事情 不仅能当庸人还能当孩子的玩伴促进家庭和谐 小四看着电视上的机器人广告当下就心动了 于是他跟父母讨要了机器人这个圣诞礼物 收到机器人小白的时候小四很高兴,说自己永远都不会厌倦他 他天天跟小白打闹玩游戏,即使他总是接不到自己的飞盘也毫不在意 他们就像是一对最好不过的玩伴 但渐渐的小四还是对接不到飞盘的小白再也没有那么宽容了 或许跟家里经常吵架的父母有关 他发现把小白买回来后并没有像广告说的那样,使家庭越来越和睦 他烦躁的情绪都发泄在了小白身上 他们一起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小白无意间多留意了一会儿路过的美女机器人 就看到了小四极不耐烦的眼神 加上袋子破了,东西洒了一地,他更是不知所措 他们最常玩的就是捉迷藏的游戏 小白依旧投入其中,但小四已经完全失去了兴趣 于是他想出了另一种玩法 就是让小白从一万往回倒数 并且要站在大雨中保持24小时不虚动 机器人永远不会违背主人的命令 所以只有一个回答,没问题 看他这样温顺,小四更爱气了 把一桶油漆倒在草地上,要他清理 小白依旧回答,没问题 小四瞬间把积压在心里的怒火 全都发泄到了小白身上 已经处于极端情绪中的他 还说出让小白去杀掉爸妈 杀掉他,杀掉宠物狗 甚至是所有人的指令 这当然只是他的发泄 毕竟在他眼中 小白永远只会像个白痴一样 站在原地眨眼睛 是做不了这种事情的 接收了指令的小白 好像出了故障 一直在抽风式的重复回答,没问题 文迅赶来的妈妈看到倒在地上的油漆 生气地说了一句,再给他惹麻烦 就让小白把他剁了做成菜 小白依旧在卡壳式地喊 没问题 小四只得把他重启 这天晚上小四正在睡觉 起来却看到小白站在他床前 嘴里还在继续倒数 这让小四觉得毛骨悚然 小白明明已经重启过了 怎么还会继续上一轮指令 家里的狗出事了 小四觉得是小白干的 还跑去跟妈妈告了状 但没人相信他 小四对小白越来越排斥 不仅力声责骂他 还会朝他扔东西发泄 这时候倒数即将完成 也该是他执行小四下一项指令的时候了 餐桌上 夫妻俩正在吃小白给他们做的晚餐 并询问起了小四在哪 小白回答 我已经把它清理干净了 还把它煮成了晚饭 你正在吃它 我做得好吗 说完就快乐地转起了脑袋 当警察找上门来时 小白正在清理餐桌上的血迹 显然夫妻俩已经被他干掉了 接下来就该执行杀掉所有人这项指令了 小白给警察开了门 警察当然不会把这个一般不具有杀伤力的家用机器人当回事 所以他们在毫不设防的情况下 也被他干掉了 小白之所以有杀人的举动 无外乎有两种可能 一是他在雨中接收了小思激烈的指令后 出了些许故障 导致他直接跳过 机器人永远不能伤害人类这一准则 完完全全地按照指令行事 二是从他会扭头欣赏美女机器人 和即使重启也记得上一条指令可以看出 他已经开始拥有人类的思维 他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报复 本片来自惊悚片《坏机器人》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加关注哦 木卫说电影每天陪伴你 我是木卫 咱们下期再见